天下长河,这部历史剧是彻底的火了,按理说此剧一无男女情爱的纠葛,二无群雄逐鹿的震撼,三还无偶像明星的加持。 他的主题只是君臣在联手治理黄河水,可就是这么一个看似没有波澜的利益,却引来了最为广泛的关注。 看过此剧,观众们给出了超乎一致的好评,故事真实,情节生动,脉络清晰,主题明确,言语灰胁,演技超群。 从开局的泛滥黄河水,到君臣之间的利益缠斗,从君君臣臣到滴滴巴巴,治水难与人斗更难。 做皇帝难,做忠臣粮将更难,治水有钱难,没有钱更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为何精彩好看? 因为此剧让观众看到了职场的争斗,看到了人性的丑陋,还看到了坚持一件事情的不容易。 其实,所有的好剧都具有着共同点,那就是客观真实,情感,真挚,感同身受,年轻的皇帝想成为千古一帝,他有头脑,有手腕,可天下并不好野理。 二个全臣阳凤因雷,他们只为了个人的利益,下面大大小小的官吏,真正办实事的少,想抱大腿占便宜的多。 为了利益,他们上下勾结自己不办事,还阻挠别人干事,三个有理想有报复的读书人,一场考试让他们的人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有的人,飞黄腾达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有的人,甘做墙头草,沦为了贪人的笑柄,有的人,性欲知己干起了实事。 三条线索,在权宇前中展开,庙堂上皇帝与权臣斗,乡野间正直与邪恶拼,没有刀光剑影,却处处暗藏杀鸡。 清淡,在激愤与感动中起起伏伏,泪花,在笑谈与沉思里闪闪烁烁,好人干一些好事,坏人为何要如此的刁难? 是人性的丑陋,还是利益下的桑尽天良? 精彩无比的故事,在实力泰于老戏谷的演绎下,让观众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每天都在准时准点的等待,每集都有着满满的收获与感慨,这就是好剧的吸引力, 这就是好演员所展现出来的超凡魅力。 老戏谷让人叹服,在这部剧里,其实每个人表现得都不错, 年轻人有着年轻人的朝气与努力,实力派有着实力派的演技与能力。 老戏谷更不用多说,他们是底蕴的宣泄,更是质量的保证, 西美娟饰演的孝庄,镜头并不多,可她却演绎出了不一样的风格与气度。 她饰演的孝庄,有威严更有慈爱,有谋略更有方向, 她话不多只是往那里轻轻一坐,那神态与眼神,尽显着庄严与威望。 对孙儿,她是爱之身又则之妾,对国之未来,她是广听善思,更懂进退与取舍。 在她的精心调教下,年轻的皇帝有想法更有担当, 这一老一小配合的是相得益彰,虽然有观众留言, 说西老师饰演的孝庄太过于柔弱了些。 可个人认为,威严并不是一味地板着脸, 气场更不是要怒目相向,可能是以前她饰演的角色都过于慈祥了。 所以,这一次的角色转换,让人一时还无法接受, 可此次西老师还是演出了自己的特色与风采, 而那老年的孝庄,在她的演艺下仿佛又活了过来。 老戏古良惯华,这次太让人意外了, 因为她饰演的所向真是太搞笑了, 其实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个威严的敌人节上。 当年,她饰演的狄宫太深入人心了, 此次她演艺虽不通笔墨, 却心狠手辣的所额图所向。 虽然,梁老师的笑脸多少有些让人出戏, 可此剧,要的可能就是这种诙谐幽默的效果, 难道证据就非要一百一眼了? 梁老师饰演的所额图,既贪婪又凶残, 在她那看似毫无城府的脸上, 实则藏着很深的算计。 她与年轻的皇帝交情颇深, 她不仅是重臣, 更是与太子有着亲属的关系, 在朝堂上, 她权倾似也无人能及。 可皇帝也不傻, 她怎么能让权力集中于一人, 于是就有了制约与权衡, 对这一切, 狡猾的所额图心里能轻。 她与那个从不一中走来的明珠 保持着表面上的和谐, 可私下里,两个人却是赤裸裸的明珍暗斗。 全程相征是这部剧的一大看点, 而她饰演的所额图, 既有着活泼开朗的一面, 又有着深沉毒辣的另一面。 对角色的把控, 梁老师完全是拿捏了, 没有过分的夸张, 也没有装出来的拘谨。 所额图这个角色, 在她自然而然的表现中, 被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 如果说打分的话, 九分的起点, 她值得拥有。 实力派太强眼 看完此剧, 对于实力派黄志忠的演技, 那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可以说她包揽了此剧所有的类点。 此次, 她的表现真可以用完美无缺来形容, 而演技能发挥到她这种超高水平的, 纵观圈内, 还真是找不到几个。 69年的黄志忠, 可以说是正当年, 虽说现如今, 她的眼角已经出现了皱纹, 她的并肩也早有了白发。 可那成熟男人的魅力, 一平而出无法阻挡, 科班出身的她, 不仅演技精湛, 运动员的身材更是高大威猛。 她自靠近你温冷我, 而出道, 由于长相正派刚毅, 所以被大明王朝一五六六的导演看中, 而青天大老爷海瑞的形象, 让她为观众们所熟知。 此后, 在《人间正道事沧桑》里, 她凭借杨丽人一奖, 获得了第28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 之后, 由于颜值与演技担当, 她更是拿奖拿到手软, 在众多优秀的影视剧里, 都能找到她的身影。 最后一次见她, 还是在那部经典的《突围》里, 此次她能加盟这部剧, 真是太让人惊喜了。 作为此剧的灵魂人物, 她将那个兢兢业业一心为民的忠臣尽服, 给演绎到了极致。 从一开始的忧国忧民, 奋不顾身, 到之后的担惊竭虑, 呕心沥血, 她都呈现出了一个完美的状态。 在大堤上, 在滚滚而来的黄河水面前, 她的眼中没有惧怕, 只有勇气, 在将被砍头的河岸边, 她的脸上没有畏惧, 更没有悔恨, 有的是坦然与放下。 在面临着诽谤与飞难时, 她没有震怒, 更没有逃避, 她不喜不怒, 不悲不愿, 她相信正义, 更坚信勇敢的力量。 在皇帝面前, 她不悲不亢不争不变, 坦然地面对勇敢的接受, 在她的心中没有杂念, 只有黄河水。 为了治水, 她与工人同吃同住, 手被磨成了沙纸的模样, 而脸上更是风尘仆仆, 满面的沧桑。 儿子被冤枉, 妻子在哀怨, 她能做什么? 她不能恃宠而骄, 更不能罔顾国法, 她能做的只是陪着儿子 吃了最后一顿饭。 看到这样忍辱负重的她, 看到这样大公无私的她, 看到这样的艰难前行的她, 看到这样让人心疼的她, 静不住流下了泪水。 为她的人, 更为她做的事, 黄志忠用她那无可指摘的演技, 为观众成功地演绎了 治和功臣进府的一生, 让观众深受感动, 这就是一个好演员的实力与魅力。 配角大放异彩。 龚磊, 一个被忽视的实力派, 七零后的她科班出身, 虽说目前还没有大红大紫, 可她的实力却不容小觑。 从入行至今, 她演绎了太多太多精彩的角色, 虽然她不是什么大男主, 更没有被流量与资本加持过。 可观众们还是记住了她, 记住了这个长相很有特色的男子, 翻看了一下, 自她出道以来所演绎的角色, 那真是三教九流人物复杂。 可能是长相的问题, 她饰演的坏人, 都有种让人不寒而栗的狠辣, 在破冰行动, 烈火中永生, 冰与火, 与你安全吗? 中, 她都饰演了既坏又狠的人。 不过, 在那些有老戏骨, 有实力派, 有油亮明星参演的影视剧里, 她只能以配角的身份出现。 可就是在配角的情况下, 在镜头不多的状况中, 她都能脱颖而出,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部片子也就罢了, 可不不都是如此, 这就不得不让人, 对她的演技刮目相看了。 如果说, 演绎坏人是她的长相, 是占了得天独厚条件的话, 那此次她饰演的明珠, 却同样地跳出了实力派, 出了踩出了圈。 在这部剧里, 她饰演的明珠诙谐幽默, 脸上时时带着笑意, 看似与她以前饰演的角色, 都有着天壤之别。 以前, 她演绎的坏人, 需要用狠毒的眼神来诠释, 可这次, 出身不一却居高位的明相, 却不能用阴冷的眼神来体现。 她知道自己的身份, 更明白皇帝的心意, 她不仅要懂得察言观色, 更要会明晰圣意, 这样一个八面玲珑的人物, 其实是很考验演员演技的。 开始, 对龚磊饰演的这个角色还不放心, 可几集过后, 就被她给深深地吸引了, 那笑脸下的全眸与阿鱼奉承中的心机, 真被她演绎的是入目三分, 让人不得不折服。 好演员可能就是这样, 她不会被固定的角色所禁锢, 因为她的未来有着更多的可能性。 赵琪, 这次真是被她给圈了粉, 七零后的她也是课班出身, 不过, 她曾经竟然是杂技团的杂技演员。 以前对这个演员, 还真是知知甚少, 仔细一查, 原来她参演过这么多的影视剧, 可能是她配角的身份并不突出吧, 亦或是她没有遇到一个真正合适于她的角色, 所以一时还真没有显出她来。 不过, 此次她的表现, 让她一下子就出了位, 一个徐前学, 让她成了剧里最为吸引人的演员。 没想到, 这配角扭起来, 还真没有主角什么事了, 此次她演艺的徐前学, 不仅耸还没有底线。 为了全事, 她丢掉了做人的良知与节操, 为了向上攀附, 她失去了读书人骨气与尊严。 她无能力, 却还想着要一步登天, 她想得到名利, 却又不想失去颜面, 结果, 哪一头都没有落好。 她真正是把读书人的脸面, 给丢得个一干二净, 更把耸人演艺到了极致, 那动不动就屈下的膝盖叫人不齿, 那满脸的谄媚与虚伪, 更让人恶心嫌弃。 这样的角色本来定不出彩, 可在赵琪那一呼寻常的演艺下, 竟然产生出了不可思议的效果。 那中举后的发呆, 发狂与疯癫, 那被人抛弃后的哀怨, 无助与彷徨, 都演艺出了无法超越的高度。 感谢观看,